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7日 今天这是第二个上传的海外七谈节目 想再来谈谈公民记者李泽华 我们知道呢 昨天又有一个公民记者 类似于方斌和这个陈秋实啊 勇敢到武汉的第一线去采访一些实际情况 及时的发挥的一些报道 虽然他的节目比较少 大概有那么两三个啊 我可能还没有看全呢 但是我认为呢 李泽华这位年轻人啊 特别了不起 值得这个驾奖啊 那个非常可惜啊 昨天看到最后一个节目是黑屏啊 有这个声音显示是有人在敲门啊 这个敲门 估计可能是国保或者国安啊 也就是警察吧 可能要对待他也会像对待这个方斌一样 陈秋实一样 强制隔离啊 其实就是剥夺了他们 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了 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媒啊 一直在报道这个防疫这个大好形势 在共产党就是这样 每一次来的这个灾难 天灾啊 人祸啊 以及他们施政当中犯下的一些罪行啊 在报道这些事情 他们都倒着讲了 总是 这个把自己当成这个救世主啊 原本这个疫情是由中共极权统治者压制言论造成的啊 我在前几个视频节目当中多次讲过 也就从那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就开始了 那么打压这些言论造成什么呢 造成老百姓啊 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这个提防啊 这个警觉啊 这些功能都丧失了 所以说等到疫情蔓延开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中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自己的罪行 反倒是把这些推到这些这个勇于感言的 像李文亮这样的医生身上 那么李泽华是这个 这个方斌和陈秋实之后又一个公民记者 那就表明什么呢 他比他们还要勇敢 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知道了 有这么两三个公民记者已经是被公安强制 隔离也好或者拘留也好啊 都是失去了自由 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帅心啊 这个首先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啊 应当给你点赞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从他视频发表这些内容来看 李泽华 饺子以前两个人啊 这个综合素质更好一些 从这个传媒 这个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啊 他们这个 他这个视频节目制作的应该讲是比较 漂亮啊 比较精致啊 比较这个 这个全面啊 这个也比较专业化 而且还是双语啊 本身还能讲一口 比较流利的英语啊 当然他无法和 加拿大美国的当地的那些老外相比了 对于学院派来讲 讲到这个程度了不起 而且能在视频上打上字幕啊 这个中文英文同时呈现 这个对海外的读者啊 特别一些对一些老外 不了解中国情况的 通过这个视频节目啊 进一步的 这个贴近这个武汉的事情啊 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 我估计可能李泽华有 有朋友帮助他 不能说有什么团队了 肯定有朋友帮助他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陪同他是一位 当地的官媒的记者 这样他可能采访就方便一些 因为你告诉别人 自媒体啊 很容易被拒绝 何况在现在这个 特殊情况下 要受到一些限制啊 那么当然了 这个李泽华的这个视频节目 认为有几个方面啊 我看了以后觉得 这个比较喜欢啊 一个是什么 他对这个 百步亭社区的采访 这过去没有过 过去看到的是 百步亭是搞了一个万家宴 官方公布的啊 图文并茂 显示这个到处 阴格厌恶的篇大好行事 也就在这个春节 这个期间啊 也就是疫情这个事 还没爆发的时候 那么 当地的官员为了政绩啊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 有疫情 但是他 堵塞老百姓的这个耳朵 更是这个封闭言论啊 也就是要虚构这么一个 虚幻一个 这样一个繁荣镜像啊 所以说很容易感染啊 但是从这个前一段时间 网上流传情况看了 说是百步亭一些社区啊 有多少人感染了 这个冠状病毒啊 但是从通过这个李泽华 这个视角来看 好像是这个小区里面 目前还看 这个不是很严重 只是有那种几户人家呢 出现了这个发烧的症状啊 那么英勇到达这个武汉以后 到了湖北以后啊 应该讲 对这个疫情的防控的措施比较严 但是由于他在当地 没有这个这个嫡系啊 没有这个夏威尔斯特 所以下面人骗他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 这百步亭小区这个 通过这个李泽华的视频 看到呢 当地那些社区 这些保安呢 不负责任啊 特别处理卫生条件那些人 根本都是不做事 只是敷衍了事 拿一个本本啊 拿个电 这个 这个登记簿啊 上面写两个字 片片上级啊 所以说 面对李泽华的采访 当时就有一位女士 从楼上下来啊 戴着口罩 就这个非常不客气的 讲到了 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啊 卫生的 这个消毒工作啊 根本都没有做啊 所以说 这很容易造成一些感染啊 那么好在 通过他这个报道 我们终于知道 这个百步亭小区啊 并非中共讲的那么好 但是也不像 这个海外一些媒体 这个披露那么严重 就这个小区来讲 目前算是还是 问题不是太大啊 当然他这个报道 就是要哑听话语啊 那么根据那些 带这个绣标的人的表现 你可以推测啊 这个仿佛有一种就是 文化大革命 这个二次分个来临的感觉啊 因为我十岁的时候 就经这个文化大革命啊 亲眼看到那些成年人呢 带着绣标 一个个这个药物扬味的啊 虽然是带上绣标 上面显示红卫兵 那一个个呢 都是了不得了 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 那整人都整得很狠啊 你看现在这个 雅庭小区里面的保安 讲话呢 都是很不客气的 这个都是给人感觉 好像个个都是 这个习近平亲自这个认定的 去下边这些工作人员啊 所以说也是中国的常态啊 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余毒啊 渗透在国民的血液当中啊 包括领导干部啊 因为习近平的本身 是经历过文革那一批的 这样成长起来的这些孩子们啊 长大以后 现在成了领导人了 虽然毛泽东曾经迫害过 他的爸爸啊 也是搞了个文字语啊 但他长大以后 当他成为这个 类似像毛泽东这样的 对这种领导的高位的时候 也忘乎所以了 立刻呢 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问题的办法 不会创新的 只能从毛泽东那里 有施加会啊 沉扎于是就烦弃了 所以说 很容易调动啊 一声令下调动这些 类似像百部厅小区 这个保安这样的 这个渔民啊 这个大国渔民啊 也是大国小民啊 这些人非常的 这个愚昧啊 非常的这个 容易被操控 被愚弄啊 没有办法 所以你在这个 李色华那个 那个镜头下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情景 我们这个目前 在加拿大的幻境 当中看 这是有一种 恍如隔世子感啊 而又似曾相识啊 因为十岁的时候 见到这种情景 现在变成老头子了 我那时候是少年啊 那时候用好奇的目光 看人家大人 这个做了这荒唐的事啊 今天没有想到 又卷头重来了 这是整个国家的大的灾难和悲剧啊 那么另一个呢 我看到这个活葬场的情况 我觉得李泽华的这个采访的情况 特别真实啊 他这个假装一个朋友啊 给一个朋友找工作啊 要想当这个班师员啊 就班师师的这个工人啊 结果现在终于明白了 由于尸体太多了啊 这个殡仪馆采取承包纸 就把这个活就包给一个人 包工头子 把包工头子拿到手之后呢 拿一笔钱 然后呢 自己拿大头 再给着底下的 办尸体的 办运工小头啊 也就是用这种奖励的版吧 办一句一本 两句几百 用这种版 简单推算一下 可以看出 目前这个 由于疫情的问题啊 非常严峻啊 死亡的数字多有隐瞒啊 肯定不像官方宣称的那样 仅仅是死掉了那么几千人 这个很可能啊 这次死掉的人要上班啊 否则的话 殡仪馆不会有这种 承包制 承包给包工头 这种办法 而且要招工啊 招工还要 这个 在网上还要找人啊 所以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思想 推测出他的这个死亡人数 和整个这个殡葬的情况的 总体状况啊 也可以看到 中国这个正在面临的一场 从未有过的巨大的人权的灾难 人道的灾难啊 你想啊 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了 如果是自己的亲戚朋友 你想不明不白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 这个根本没有尊严 到底最后拿到这个骨灰盒 是不是自己的亲戚呢 这讲不清楚 因为死的人太多了 而且很多人呢 我相信都是在 还没有确诊之前啊 因为那个核酸检测 是有这个指标限制的 我们通过这个 李慈华这个视频可以看到 由于这个 这个核酸检测啊 这个条件限制啊 还有下指标 下这个 下这个数字啊 这个 下名额啊 定额啊 你很难就是及时的检测 当然有的人可能得到这病之后 患上这个病以后 没办法治疗啊 也就早早就过世了 于是亲戚们都感到 这个无望啊 无助 和悲伤啊 以及这个缘分啊 你可以通过他的视频节目看到 整个这次这个疫情啊 蔓延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多大的这个灾难啊 那么当然他也去这个采访了这个武汉的一个学院啊 这个叫软件学院啊 在那学院里面以前我们看过一个视频把那学生的东西 物品呢 通通的丢掉了 根本没有人管理啊 在场面真是 真是看了 是人心里难受 那么这一次 这个李泽华 又一次啊 就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学院的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是 这个大门是紧闭了 像他这样公民记者 不可能被这个顺利的放进去啊 报道这些事情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通过他的这个 这个视频呢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 这个武汉啊 以及湖北啊 可能这个英勇取代了这个蒋超梁啊 这个之后呢 工作上可能略有一些改观的 特别他提出那个口号叫 应收尽收啊 应治尽治 我相信应该讲 搅罪过去有一些略类的改善 但是这种改善不是实质性的转变 为什么呢 你这种这个改变仅仅是什么呢 领导人换了面孔 现有的体制 没有办法改变 而且还有关键问题啊 李鸿忠九年 盘踞在那个地方 留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嫡系啊 你英勇不肯都换掉 还要靠他们来 就给你具体去工作 问题这个励志很难解决啊 积极性还能调动啊 你讲诚当然分明 可能起到一些作用 前几天我搞过一个视频啊 给他一点小小的鼓励啊 但是我认为 要想调动他们真正为老百姓办事啊 在现有这种上级任命下级的体制下 很难发挥作用 你全靠他们自觉性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很多的老百姓啊 就病情都耽误了啊 非常可惜啊 恐怕将来等有一天 这个总有一天 所有的真相将付出水面啊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那些死去亲人的家属啊 可能从梦中醒来 又梦中醒来啊 逐步就开始追讨这个问题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事情 很多故事啊 都可能这个展现在人民面前 这个灾难 我认为可能从梦中意义上讲 不会养育当年的这个大饥荒啊 我们知道毛泽东搞的大饥荒 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了 因为很多人都活活饿死 都出现了人像石的这种悲剧啊 这一次是一样 你看有的家庭啊 一家死全家 所以说非常这个痛心啊 那但是这位非常可爱的 李子华这个小朋友啊 他这个不仅仅是 去现场实录这些 这个真实的画面啊 这真实的故事啊 虽然复光略影啊 这个比较零碎 不是那么完整啊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一方面有疫情的这个 对自己是健康的这个 这个 这个伤害啊 这个毒害啊 另一方面有什么国保 国安对自己的这个打压啊 那么他还能够就是说 帮助啊 偶然相遇的农民工啊 一个是 我看到他在一个路边上 见到 在一个酒店看到一个 这个外地的这个民工啊 流落街头啊 没有地方住宿啊 没有饭吃 真是可怜 戴个口罩啊 蹲在那个 马路鸭子上 你说这种情景 你得看了使人们感到 哪有国家 哪有什么政府啊 完全是什么 这个民工处在一个什么 处在一个商务 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 无力追思敌啊 这种困境啊 刚好这个李思华 小朋友 这个帮助他 不仅把这个方便面 食品给了他 而且还帮助他 找了一份工作啊 这个真是一个巧合 我觉得也是 这个苍天开眼啊 就是这个特别善良 很感动人啊 刚好有一个 这个旁边有一个酒店 我看到台边上写的是 叫万金灰酒店啊 那位算是老板吧 刚好就说 也需要找一个人 要做事情啊 刚好给这个民工啊 你想 你的举手自老 就是比对别人来讲 雪宗宋太 这是大德啊 这个说心里话 盛其极富途啊 所以这位小孩啊 这个李子华小朋友 我相信将来 已经大有作品啊 不论有多么大的灾难啊 今天你服出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点点地理啊 都给海外的这些花人 特别像我这样的 这个 做过共产党大佬的啊 这个曾经的记者 专业的记者 资深的记者啊 我觉得我们感到心里 特别的宽敏啊 就中国有这样的年轻人 中国才有这个希望啊 这才是真正 传媒大学的 这个科班出身的 正宗的 这个年轻一代的 这个记者和编辑啊 那么而且 他帮他找到了工作 安排完之后 还到这个车库啊 还去看这些流落街头的农民工啊 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这也是戴红袖标的 告诉他说 是都已经安置好了 但愿是这样 我相信可能是前几天媒体已经披露了 这个农民工的困境啊 有一些 这个甚至有些外地人到武汉啊 由于出不了城啊 回不了家 又没有多少钱 怎么能住酒店 你想住酒店一天 叫一百二百 他们哪有钱呢 很多人都是非常的困窘 只好那个到垃圾箱里去啊 吃那些剩菜剩饭 这样更容易感染这个 这个肺炎啊 有的就碎在马路上 我看到一个照片 就碎在马路牙了上面啊 盖一个这个 这个破烂不堪的毯子啊 你想这哪是一个什么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和美国去争什么 这个世界上的 要引领世界潮流 怎么可能搞一带一路 怎么搞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自己的民工都解决不了的 这个生活都解决不了 这是大言不惨啊 看了以后真令人这个心碎啊 好在这位叫李泽华的朋友啊 我称这位小朋友啊 很亲切 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了 但是了不起啊 我看了以后 心里特别特别的温暖啊 但是像这样的年轻人 原本都应当是 这个国家应该是有关部门 应该给他提供这个 采访资金啊 采访条件啊 同行政 便利条件 但恰恰相反 一个人是独往独来 没有办法啊 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帮忙 也藏在 还有藏在这个 成为隐身人啊 不敢露出脸 怕受到迫害 那么你看他住那酒店 要住到里面 离这个当年 就是这个叫 好像叫江峰大厂啊 这个 也就是汉口火车方面的 有一个 这个陈秋实陈秋实物的房间 他想在他隔壁住一下 这个都很难啊 你可以看出 当地目前这种情况啊 这个政府不指使啊 这个记者 去如实的报道 指什么呢 只是顺从新华社的 这个通稿 这个我都有过经历啊 重大事件发生之后 新华社都是统一写个稿件 然后领导审查 其他的报纸 必须把这个新华社的稿件呢 就转载 叫通稿啊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 一个声音 一个语言啊 所以这是国家的悲哀啊 隔壕啊 封嘴啊 封往封城 到最后变疯狂了 现在就这种地步啊 然后打压这些 感言的年轻人啊 这年轻人也是这样 独树一职啊 确实了不起啊 虽千万人 无往一样 这种勇气 代表着什么 中国年轻的一代 觉醒的一代 有希望的一代 未来的一代啊 这个在健康的 就成长起来了 当然 一定会遇到挫折啊 我看到最后一个视频 这个黑屏啊 听到声音了 国宝要来了 这个就是我想起 这个当年驱逐低端人口运动 发生的时候 有一位年轻人 也是他勇敢的画家 画友啊 在这个北京啊 这个街头啊 录制了一些节目啊 我记得有一个节目 让人看了就流泪啊 就是那些官员啊 这个围攻最大 那些低端人口啊 画友就说了 远共产党不要抢去老百姓 这个半块啊 半片这个 半条被子啊 现在是半条被子都没有了 是残片啊 你想那民工就躺在大道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每时每刻都可能感染上 这个冠状病毒啊 但是你在看那些当官的 坐在纵南海里 面对的十七万人 在那胡说八道 谎言 欺骗 忽悠 忽悠了一代又一代 一直回到现在啊 升级到这个程度啊 连武汉都不敢去 大言不惨 还在那讲人力命运共同体 你想这极权统治 给中国人 带来了多少这个灾难啊 死掉了多少灾难 所以说这个 李泽华这些年轻人 现在成长起来了 我相信啊 你即便国保国安 把你这次抓住了 你最多是隔离一个十天二天 你还要放着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长大之后啊 将来还是要抗争啊 我相信啊 总有一天 中国要实现民徒啊 一定要结束啊 现在这种一党转政 特别要结束 一人独裁这种 僵化的 浮朽的 没落的 反动的体制 中国人民一定要获得 一个幸福的明天 到那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啊 不论你贫 还是富 不论男和女 也不论是老和少 不论你什么阶层 什么信仰 统统的都会过上 这个安全的啊 这个民主的 法治的 幸福的生活啊 所以说 我再次在这里啊 想 这个公民记者 我不能成为英雄记者 李自华啊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啊 就但愿你能够挺过去啊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牢狱自在 可能第一次被拘留 失去自由 他们恐吓威胁 可能再加上家人 对你的施压 可能这个会有一些 这个不容易啊 会有一些这个难过 但是不要紧 一定要坚强啊 这个当你困难来临的时候 不要悲伤啊 当一个人就是说 事业成功的时候 不要疯狂啊 也要用平平淡淡的 真真切切的心情 面对生活 给你的一切 我相信啊 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一个是方便你唤醒了啊 这个很多人啊 另外呢 你也是可以这样讲 也是一夜成名 而且这个能成的很好啊 这个人生来世上走一次啊 不需要做很多事 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这件事做得棒极了 我给你一个很大的点赞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